2020年,城市推出自主研发的MP130无人机空中广播设备,迅速获得各大安防应急部门的青睐。 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,高效解决了防疫宣传最后一米的平行,成为最受欢迎的空中喊话应用装备。 现在,装载城市第二代数字语音广播系统的MP130S广播功能大幅提升,产品实用体验获得质的飞跃。 全新一代MP130S,支持DJI Pilot、扶窗、CZI、手持脉、CPI等多平台操控,快捷方便、有序协同任务。 集成大疆PSTK与LTE双面录于一体,确保广播随时随地进行。 不限距离实时喊话,控制中心可远程与现场协同作业。 标配手持脉,有效降噪,语音清晰,自带彩屏,支持可视化切换音频操作。 实时语音,录音,TTS,编辑播放,切换,编辑等,让广播任务更简单。 无占用硬系车导,大车靠右。 搭配可调音量背景音乐。 语音广播,更具感染力。 升级诚振语音库,文等库。 预制式录音,让执行人员随时调用行业常用广播内容,实现更高效的作业。 山林这么大,搜索犯罪分子常立地点难度是很大的。 我们就是通过无缘机搭载NP130S这个喊化器,环耀三菱飞行,不停地进行喊化威慑。 最后成功击溃它的心理防线,自动跑了出来被我们抓到。 NP130S仅550克的雨量机身,25瓦的超低能耗,让空中喊化的时间更持久。 高声压驱动器,防磁性能优异,最大声量超过130分贝,音量震撼,穿透力强。 结合声波炮,长距离扬声装置技术,有效扬声距离远达500米。 实用DJI Skyport V2.0接口,可无缝兼容大相亲为M200 V2,M300 RTK等飞行平台。 即挂即用,跟随相机自动同步抚养功能,确保号角对准目标位置达成最佳广播效果。 NP130S声量大,扬声远,覆盖广,大幅提升无人机广播汉化的实战能力,可满足政府和机关部门进行公告、通知或政策宣传, 以及军警执勤的震慈警,指挥调度和疏导指引等,并可助力应急部门进行山林租救、墙前指挥或擎处置等。 以及可在林业、水务、环保、城管、海市、海关等众多行政执法工作中应用。 全新城市NP130S数字语音广播系统,从功能、链路到控制端全面升级, 与大幼无人机组合,提供更出色的空中广播能力,是汉化作业的最新利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